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杰训练中心周主任 我今天的主题是 豪杰的学生进入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获得高维甲学金的密码是什么 大家一定听到很多家长在讨论 豪杰真的像周主任说的那样 可以引导学生进入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获得高维甲学金吗 我也有很多的家长告诉我 他们分享自身经验给其他家长 豪杰的学生可以进入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 拿到高维奖学金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进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已经够难的 还可以凭借个人能力获得高维奖学金 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不但如此 我也常常听家长说过 他们去参加不同补习班的升学讲座 有家长当场提问进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能不能申请到高额奖学金 所有的机构都一口回绝 那是不可能的 顶尖私立大学绝对没有奖学金 其实这些家长讲的也没太离谱 因为他们也是一知半解 大部分华裔学生进到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有95%的学生是没有一分钱奖学金的 豪杰的学生就是那个5%的例外 我们今天就针对豪杰学生 为什么可以做到申请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 获得高额奖学金的密码是什么 给家长一个详细的解说 帮助大家了解 助学金Financial AIDS和奖学金Gift AIDS之间的区别 各位家长 今天豪杰的周主任在这里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是华裔补教界的一股清流 实实在在地帮助您的孩子 如何透过大学申请这个过程 翻转自己和家族在美国未来的命运 首先家长必须了解豪杰的教育理念和目标 就是培养孩子申请进入藤校和顶尖的私立大学 让这些拥有强大的资金关系人脉能力 顶尖的私立大学来栽培您的孩子 大学毕业以后成大器 职场生涯成功 并且是成为领导团队精英的年轻人 走入美国主流的上层社会 而不是普通白领阶级上班族 家长们 谁不想让自己的儿女进入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但是这些顶尖私立大学的学费都很昂贵 一年现在连吃带入将近十万块钱 学费加上时速费用 普通中上家庭的华一孩子进入藤这些没有奖学金的学校 父母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豪杰的教育理念和目标就是引导学生 主公申请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Binary Basis 获得高尾奖学金 就是一条培养学生非常正确的观念和道路 今天周主任在此把豪杰学生 凭借个人能力获得高尾奖学金 进入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的密码 来开始解密 首先在解开密码之前 我先介绍给家长 在美国孩子申请大学有两种经费 FUND Fund 补助孩子上大学 减少父母学费的压力 一种是来自联邦政府 Federal Department的经费 另外一种是来自各个大学的招生部门的经费 第一财政援助就是所谓的助学金 Financial aids by needed basis 第二个是give the aids by married basis 礼金补助金额凭借个人能力获得 现在我们解析给家长了解 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助学金呢 Financial aids和奖学金 give the aids 其中的细节和不同的关系 当你的孩子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form一定要填 叫做FASA F-A-F-S-A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cts 当所有顶尖的私立大学 收到学生申请表的时候呢 招生办公室一定要看到 学生有附带已经根据 学生父母的报税资料填写的FASA表格 F-A-F-S-A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cts 有了这些表格呢 他们才会决定给予学生 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多少 另外还有就是A 学生可以收到助学金 Financial aid by needed basis 基本条件有三个 第一个 父母呢 一年合在一起的年薪 不能超过35万 第二个 父母不能拥有income property 第三 父母在银行的存款 不能超过10万元 只要是有绿卡和公民的学生 父母报税的条件 不合以上三个要求 每个孩子从进入大一开始 就可以拿到助学金 Financial aid by needed basis 金额呢 从一年9000到15000不等 这个呢 是小钱 是孩子比较容易拿到 上大学的补助金 讲到这里 父母会问 什么是大钱周主任 各位家长 大钱就是give the app by married basis 凭借个人能力 获得的礼金补助款 就是所谓的奖学金 而不是助学金 这个give the app 是大学在征选学生的过程中 看到的兼职学生 令考官惊喜 关注 测试 考验 挑战这个孩子 给予高尾奖学金 来极力争取 WOO 极力争取他 因为大学怕这样的优秀孩子 会被别的大学抢走 就是周主任常常在演讲中 不断陈述和强调 豪杰鼓励学生 在大学申请过程中 赚进人生第一桶金 每年拿到至少 5万起跳 6万 7万 8万的give the app 礼金补助款项 讲学金 而不是学生贷款 student loan give the app 讲学金 顾名思义 是学校送给学生的礼物 礼金补助款 这里面还分两种不同的礼金补助款 一项是 great money 大学直接拨款给学生 另外一项是 scholarship 讲学金 这些金额都是因为您的孩子 在申请大学的过程中 他的表现 鹤立鸡群 出类拔萃 脱颖而出 在推销自己跟疼效 领接私立大学做交易 make a deal的过程中 自然的自己做 做自己 在云淡风轻之中 展现自己的核心价值 co-value 就是豪杰的校训 强大的写作 沟通领导能力 strong writ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leadership manner 另外一个项目呢 就是周主任常常在演讲中提到 学生在豪杰经历 大学申请训练课程 培养企业家课程 磨砺联合国课程 这些所有公立私立高中 charter school 无法成功开出来的课程 把自己从一头小绵羊 训练成为拥有处理周边 人、事、物的能力、智慧 深度的一匹狼 这样的孩子走遍天下 无难事 在申请谈笑和顶尖私立大学的过程中 会散发出自己 A 独特的人格魅力 unique personality B 特色 specialty C 与众不同 uniqueness 吸引考官的注意 来观察、测试、考验、挑战您的孩子 所谓观观难过、观观过 当您的孩子在推销自己的过程中 让这些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见识到自己的能力、abilities 智慧、intelligence 深度、deepness的那一刻 他就在传递一个讯息给大学考官 Look at me I am the student you really want to recruit 我是你们极力争取的学生 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会提供高额奖学金 High Scholarship 来极力争取WOO您的孩子 因为这样的孩子 在这些顶尖私立大学的眼里 就是一块宝石 经过大学四年到五年的栽培 大学毕业以后呢 成大器走入职场 是做领导团队精英的孩子 二、三十年以后呢 有极大的几率会创业成功 为大学争光 捐赠大量资金给大学 帮助大学栽培学弟学妹的校友 感谢您的浏览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今天的话题 豪杰的学生进入 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 获得高额奖学金的密码是什么 敬祝大家 幸福健康快乐 再见